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这个后面的历朝历代的很多人 他们对孔子的看法 我是从这个上面来看孔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不要觉得我给他讲的那些话 好像你听得很不爽 觉得我出言不逊 我没有 我没有 让我讲一下关于大学 系统的讲一下大学 他这么说的 让他呢更加准确的知道 孔子是不是他我所讲的那个人 不是 大学跟孔子那个没有多大关系 你要认为关系很大也可以 但是我认为没有多大关系 那个大学是一篇文章 他讲的是如何实现 这个掌握的所谓真理 真正的大学问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途径 这样一个方法 他讲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在里面 他实际上属于现场管理学 所谓现场管理学 就是说叫你一步一步的 去实现小目标的这样一个学问 关于学习的理论呢 就太多了 大学呢 他真正意义上呢 属于教育理论 属于教育理论 也就是属于学习的 本身的这个方法的问题 就如何去学好的问题 讲了那个之后呢 我是感慨万千 老师批评我 我们老师批评我的老师太多了 对吧 我以前的老师没有批评我 现在我孩子的老师老师批评我 其实 他们可能都不太知道一件事情 对吧 很多老师比我年龄小 也有年龄比我大的 我读书的时候 老师都没有批评过我 你来批评我 你觉得我会服吗 我当然不会服 你算老几 对不对 说你算老几 你家孩子不行 那是你认为他不行 还有 认为我们有 我们有跟你见面而已 是吧 我跟你见面的就是 我尊重你吗 不见得 不见得 读北大读清华的学生们 多的是 名校多的是 富豪 富豪里面有多少 是吧 这个活得好的 有多少人 我相信更多的人 都是没有受过 很好的教育的这些人 但是 没有受过 很好的这种教育 不代表他不明事理 不代表他什么都不会 我记得 我记得 论语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忘了 意思大概是说 子章这个人 教学生 办学不行 办学水平不高 他这个人呢 就教点 这个洒扫 应对 进退的什么事情 其他的事情 不行 是子章 所谓洒扫呢 就是说 洒水 这个擦灰 扫地 这样的一个工作 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小事情 比如说 齐家的事情 齐家的事情 应对是指什么 就是说 来人客往 来人之后 怎么去跟人家说话 怎么去回答别人 怎么去说话 让别人开心 怎么去 就是跟别人 比较好的交流 这个属于应对 进退呢 指的是礼节 指的是礼节 那么礼节 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 凸显你的存在 如果你没有礼节的话 你根本就凸显不了 你的存在 比方说 这里一帮人开会 是吧 你迟到了 你跟大家好 你跟这个主持人讲一下 是主持人 对不起 我是曹家村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在场的人都会记住你 你如果就偷偷摸摸 悄悄咪咪的 溜进去的话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你任何一个时候 你明白吗 所以洒扫 应对 进退 这才是人生存的 生活的 最基础的 这个能力 但是呢 我想学校里面 包括现在的学生 家长们 都不是这么想的 觉得呢 考试考高分 就挺好的 还要我的分 卡的也不低 当然我 我所认为的 一个人 有没有成就 根本不是决定于你高分 以及你的学历 对于未来 现在 也包含在其中 你的学历 人家根本就不会看待了 主要看待的是说 你有没有实战能力 所以呢 关于教育理论 我以前我是不想去 说的 我当然有关于教育方面的理论 对吧 不愿意就这样 我的观点就是呢 现在所有的 全日制的学校 不能发放文凭 只能发 结业 而一个人 他要不要成才呢 需要重新培养 也就是说 首先 给他自由选择 比方说 他选择愿意去做一个科学家 那他 要拿出 他的所谓的 一定的这种 兴趣的成就出来 比方说他研究个什么东西 是吧 人家有一定的成果 或者有一定的 这个迷惑性在里面 去找到 愿意帮助他 解惑的老师 老师去帮助他的解惑 而这个所谓的老师呢 他是在 一线工作的人员 必须是这样子 你大学的老师 那谈不上 你大学 老师你就牛逼了 那个不 你写论文多有什么用 论文又不能卖钱 论文是花钱的东西 对吧 弄的是花钱的 那几个人 真正的本人 他会把他弄出来 去弄成知识呢 知识都是拿出来骗钱的 是不是这样子 在经济社会 知识都是拿来骗钱的 他拿来教你的之后 那他不是于 那个所谓知识产权 不是冲突了吗 是不是 如果我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想法的话 我告诉你的话 那么这不是与 知识经济不是冲突了吗 谁来干这个活 所以你试图从这个全日制 大家一起过这个阳关道的过程中 你想得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所以第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所有学校的文凭 全部要废掉 不要有这种文凭 你不管是考了北大 考了清华 没有用 你只是一个 撒扫应对进退 你要研究你这几样东西 你一定做到 如果说你做到了的话 那你好 没问题 你拿出你的所谓的 这个兴趣点出来 对吧 你拿出来之后 你找到合适的老师 这个种老师 才是真正的老师傅的那个师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的这个师 他才是你的人格 灵魂 你的未来 真正的塑造者 你很可能你是一个普通的小学生 但是你完全可以做明科学家 为什么呢 只要你有这方面的兴趣 那个老师愿意点播你 而这个 所谓的这个老师 他必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他不需要名分 他不需要名分 他不需要任何人 颁发什么东西给他 比方说我 你找我来研究道德镜 我给你点播一下 打个比方说 对吧 你可能真的变成了 到了今高手的话 我不需要任何人 给我什么东西 但是你要记住了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你别忘了 对吧 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 发个短信的祝贺一下 感受一下 恭祝一下 或者是 发两百块钱 红包表示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人家才会把真正的知识交给你 你觉得你在学校里面 小学里面 学的那个东西 老师一是 有的老师就都当成大爷了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糟蹋知识 而且糟蹋了礼节 礼仪 糟蹋了文化 糟蹋了礼仪之邦 我不会干这个事情 我在等 等我们家的孩子们 对吧 都有了比较确定的 所谓人生观 价值观 这个 两个结果 第一呢 就是他思维意识 有一定的接受能力了 比如说十六七岁的时候 那是叛逆 判个锤子 那是他妈的 这所谓教育 从业者弄出来 忽悠大家老百姓的钱 叛逆 叛逆的是 为什么全中国自古以来 人家都没有叛逆 就现在的孩子叛逆 那是知识 那是因为他学到那些知识 跟他根本就不对头 所以他叛逆 你明白了吗 所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以及学校教育 发生冲突了之后 所以孩子才会叛逆 如果大家都是一致的话 他怎么会叛逆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们造了这么大的逆 对吧 反而去 对吧 反而去怪罪这些 学生家长 当然了 每个人都是学生家长 同时呢 学生家长们和学生们呢 也是助纣为孽 你把教育整成什么样子了 跟我没什么条关系 有人说 你自己教呀 我当然自己教了 用不上你 从小学到初中 高中 大学 以及研究生的东西 我自己教 现在在学校里面 跟认识一帮学生们 仅此而已 不管考三十分四十分来说 对于我来讲 还是一百分 一百五十分 对于我来讲 价值不大 意义不大 你要明白你的价值所在 你如果真的能够把一个 对吧 一般的学生 全部都弄成 是吧 比你更优秀的人 那我就 那我就 佩服你 你弄不到 多数弄到 为什么呢 人家不愿意给你钱啊 你记恨人家呀 多数都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 我自己的孩子 有五个 不要说我哥哥姐姐的孩子 我接触的老师 真他妈太多了 我告诉你 谁他妈站出来 跟我讲一句 但是我不否认 很多老师很有责任心 很多老师很有责任心 对吧 我从来都不反对 一个人为了利益而奋斗 因为这是你对你的家庭负责任 但是呢 你不变是非的话 对吧 滚销视听 对吧 那就是太扯淡了 你把人 你说我傻 对吧 你侮辱我人格 这我是不能接受的 对吧 你就来忽悠我 然后你很尊重我 你来忽悠我 这是可以 你说操哥 你这一年到的也没少质吗 哎呀我们老师挣钱不容易 不容易 实在挣不了钱 这个怎么 整他妈买包 香烟都买不起 我立马给你买点烟过去 你他妈跟大爷一样 上来这个把我一顿骂 你们家孩子 什么傻逼一样的 老子他妈能买给你吗 对不对 不要觉得 考不上大学 就一定怎么样 或者是考上大学 就一定不怎么样 咱们又吃个小女 对不对 我们家 直女子 还很小 还很小 我都没怎么调教 人家不是当老板了吗 没文化 你以为呢 很多大学生 在他下面干活 我们白手起家 需要你们这些干嘛呢 实战能力 永远是最强的 学生最基础的东西 你不要拿到那些 我看现在很多人都研究这个埃及金字塔到底是怎么建成的 外星人到底存在不存在 人类到底灭亡了几次 对吧 这个空中这个花园是怎么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亚特兰大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海底之城是怎么回事 金星上到底有没有人 月亮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研究这个东西有个鸟用啊 对不对 整那些没用的东西 我认为一个孩子 一个教育 就跟大学里面所讲的一样 大学他所讲的是 大 是大学 他不是针对于普通老百姓的 普通老百姓研究的不是大学 我研究的还不够大学吗 对不对 你以为西方哲学 我就不理解 我就不知道 只是没有义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相比而言 中国哲学 所谓哲学 对吧 更加容易被中国人接受 而且中国人需要这个东西 这是我的责任 我就讲这些东西 你以为科学我不了解 我他妈 理科以前 一直都是满分 绝对不是满分 也是第一 他觉得那个 后来不是学文科不行吗 然后他就学文科的嘛 这些东西 他都是相通的 那天我花了 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 把一本数学书 跟我们家孩子讲完了 对吧 我说你就 就我给你讲的那些东西 然后看结果 因为呢 其中有一个呢 他觉得就是说 这个需要证明 咱们不是傻子了 因为老师老师说 考试低的人就傻 是吧 需要证明 那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下 记住记不住也没事 因为我只需要花三个时间 三个小时的时间 可能老师们花了很多 可能花了三四十个小时的时间 是不是 我那个就讲完 可能比老师的效果也好了很多 我绝对相信这个东西 那都是有方法的 任何事情都是有方法的 不要觉得你有一本 从业资格证书 你就觉得那个是最牛的 不是这样的 就因为我笑话一些人 你不要觉得你们家的人 都在外面做木匠 就以为木匠 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了 不是这样子的 对吧 尽管你挣了很多钱 所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强中自有强中手 目前的这种状况 对于我们来说 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 大的学问更加没有用 而是普通的谋生之学的话 可能更加重要 所以所谓洒扫 应退 进退 对吧 洒扫是吗 那写没写啊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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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退 这样的学问呢 可能远远超过 你学的那些 钢琴过六级啊 体操啊 什么乒乓球啊 这个乱七八糟的那种 瑜伽呀 可能比这些东西要重要的多 你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家庭你都顾不了 你怎么去研究那些东西 你研究将来挣了钱 这个找个用人 谁他妈做你用人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了之后 社会如果有用人 说明咱们这个社会不行 你问问老大 他同意不同意 你有这种想法 找机器人 找机器人 机器人连你的工作都会强 大学研究的是 高深的这种理论 在明德 研究的是明德 我们普通老百姓 研究的是明行 老百姓的行为 而九年义务教育 还是大学这种教育的话 它实际上是为大家提供的 一块材料 不论说是 过去学习的成就 还是说 我对关于教育的 那种理解 教育界的那种理解 还有受教育者的未来的担忧 咱们研究经济学的 这个经济现状 还是研究很多的 你讲的那些东西 简直就是扯淡 我曾经跟我们导师说过三句话 他们很生气 就是毕业论文那时候 答辩的时候 我讲了 有一种人他就是贱人 为什么是贱人 就是我 虽然我那个比你低 对吧 可是我跟你讲的是对的 你们就是不听 对吧 其实你也知道 我说的那个是对的 就是因为我地位比你低 对吧 或者说你以为我地位比你低 所以呢 你是打死也不会听的 因为呢 就算我是对的 你也不会听 你就算你自己知道 我是对的 你也不会听 这就是贱人 第二个呢 你 不仅是自己是贱人的 你还希望我去接受你 跟你一样去做一个贱人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 我不相信你的话 那你就不能成为我的老师 可是我那么优秀 讲的那么对 讲的那么准 对吧 但是我地位又比你低 是吧 如果说 我能够拜你为师的话 再拜在你的下面的话 我将来一定会 对你有所帮助 如虎添翼 雪中送炭 锦上添花 能够对你有所帮忙 所以呢 你一定希望我成为一个贱人 跟你一样 而且呢 还能为你所用 第三个呢 你其实发自内心的呢 也很开心 开心一件事情 其实 我所讲的那些话呢 你内心深处是认可的 只是呢 你一定不太好意思 这小子什么话都说 说话很不中听 对吧 这话怎么从他嘴里说出来 要说也是我说呀 对不对 可是呢 你也自己认为 自己就是一个贱人 但是呢 别人又不太理解 你真的是一个贱人 但这小子说这个话呢 又那么难听 可是这么难听 自己又那么贱 又知道自己很贱 又无奈于别人不知道自己很贱 就像一直被这个压在这个 雪地里面啊 喘不出气了 这样的感觉 终于有一个愣头巾 给你捅了一刀 捅了一口子 结果你发觉 哎 还是可以 能看那个天日 能像世人 这个仰天长叹 大叫一声 确实我是个贱人 也很欣慰 明白了吗 这就是很多人的心里的感受 我见过很多人 聊过天 跟我说的过程中 他们也批评一些事情 哎 我记得好多年前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 去洗脚房 洗脚的时候 或者是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 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哎呀 我是昨天才来的 这是第一次 我这个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我 我明天就走了 他说 哎 我没有办法 我们家穷 我哥哥在读大学 我弟弟在读书 将来我挣了钱之后呢 就去给他们上完学之后 我就回家 找个人 找个好人就嫁了吧 这都是他们告诉我的 亲眼得听 亲耳得听的 我他妈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真的想法 还是假的想法 反正 你要下次再去 他还在那边 他还是说那个话 你不信叫你朋友去 他跟你朋友说的还是这么话 哎呀 我昨天才来 我明天不干了 他想把你说成 他的一生中的唯一 其实他是个骗子 这就是 你想让我去讲大学 我告诉你 我曾经说过 我不愿意说大学 这个这本书的 因为他设计的就是教育理念 大学本身这个教育理念就是很好的 对吧 但是我们破什么 破四旧还是破什么东西 把它全部破掉了 认为不对 你自己建立的这个东西 是叫用四个字来形容 是叫一地鸡毛 你现在让我来讲 到底讲这个什么大学 我没法讲 讲这个教育理念 我只能是说 你是贱人 你希望我成为贱人 但是呢 我说你是贱人 你很开心 我是小刀哥 再见